恒春分局於去年裡接獲嬰兒受傷案件 警方調閱多育中心監視器時檔案已遭格式化 經代毀監控設備以科技手段還原畫面後取得多個鎖碎片段 畫面再清楚以檢視獲得犯嫌虐兒關鍵證據並報請檢察官死回偵辦 恒春分局分局長林明波指出 本案能夠找到關鍵證據 有賴於同仁棄而不捨的精神 耗費的時間心力勝去 懷孕檔案就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後續同仁又花了一個星期檢視畫面 最後黃天不復苦心人終於懷孕案件這項